艺术 对我来说是没有极限的 艺术也让我懂得如何从多方面去思考 以及观看每样事物 我从小就在外婆外公家长大 那里是一片森林 也是一片天堂 所以我一般上都会到森林里面去取材 环境是我一直以来的主题 环境有改变跟塑造的能力 我的作品一直跟过去发生的事情 跟本身经历的都有关系 探索材料跟视觉效果是我最感兴趣的东西 每个材料有它本身的一种意义在 不同的材料结合在一起 它可以有一种新的一种视觉效果 或者是一种新的想法 我也困合了木刻版画的技巧在我的作品里头 负的部分是需要刻掉的 正的部分是需要被保留的 我反转这概念在我的作品里 被刻掉的部分正是我要表达的东西 时代一直在改变 我想去经历更多的事情 哪怕现在是用不上场的 不过我相信有一天它会影响我的想法 也不当然是用不上场 把玩家里数发立在感应该变化 你也야 你不在画面 中文字幕战 中文字幕组 你还不翻译